我想在80岁之前结婚 在日本综艺节目可以跟着《去你家吗》中 头发花白的林木良智对着镜头大方说道 节目组在小酒馆门口遇到林木先生时 恰逢他喝了小酒不尽兴 准备转战第二家 我今年72岁了 距离自己设定的目标还有8年 不愿一个人死去 林木是典型的日本第一代独身主义者 年轻时他对婚姻家庭统统没有兴趣 只想享受生活尽情玩乐 认真的长期恋爱至今都没有谈过 而当年事件长 本身就在护理行业工作的林木 见多了患难时期 家人之间相互扶持的场景 不由的也开始产生向往 作为年于古稀的老人 他清楚地知道 同龄人最看重的就是健康 所以出门都尽量不行 每一天都保持活力 此外他还保持采购食材和做饭的习惯 计划在未来的婚姻生活中 不在家务室上给妻子添麻烦 他平时会喂养流浪小猫 即使人不在家也会给小猫开公调 对于自己的外表 林木先生也是一丝不苟 家中的衣物都挂得整整齐齐 为了完成每日保养林木 买了不少男士护肤品 林木细心安排自己的生活 在日历上写下 努力忍耐诚实等字样 都是为了一个目标结婚 尽管身体状况良好 但随着年纪渐长 林木身边的人一个个都在离去 他开始担心 自己会一直这样孤零零活下去 人终归还是要有家人的 林木爷爷的这句感叹 恐怕会引起日本不少独身老人的共鸣 害怕要独自迎接衰老 病痛 最终孤独的死去 曾经毅然做出终身不婚决定的第一代人 不少已经开始后悔了 当独身主义者变老 年轻时觉得正确的选择 变老后不一定还会觉得正确 两个人终究还是比一个人好 正如一些面向中老年相信者的网站宣传 越来越多从未结过婚的高龄人士 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年轻时做出的独身选择 据日本国立人口和社会保障研究所的调研显示 2020年 50岁前还没有步入婚姻的男女比例分别达到了32.4%和28.3% 事实上自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泡沫经济崩盘 人们的结婚意愿就急速下降 这个数字一直在不断上升中 日本一生未婚的男性人数预计在2040年会达到近30% 另一项关于幸福程度的统计中 在40至50岁这个中年到老年的衔接时段 从未结过婚的人感到不幸福的比例大于已婚人士 一方面是日本社会中结了婚会比较幸福的观念 预警加持 另一方面度过中年后 不仅无法避免地迎来了衰老 而且随着社会活动减少而产生了更多孤独感 当独身主义者变老后 难免会怀疑自己当年的选择 所以日本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乡亲网站 线下介绍所甚至中老年在线交友软件 就是瞄准了这些突然想结婚的中老年人 据一家专营中老年婚姻介绍服务的企业透露 光是今年一月份来咨询加入会员的人数 就比三年前增加了20% 退休前是铁路支援的70岁老人 在采访中披露自己有两位女友 针对中老年人群的婚姻介绍所 一般都会要求会员提供独身证明 及财产证明 在保证会员身份真实的同时 更好的匹配有意向条件相当的男女双方 一位已经参加了四个月相亲活动的男士 向媒体透露 入会费 每月的会员费 简历制作费 拍照费用等加起来 已经花了近30万日元 但是一想到这些钱花出去后 自己将有机会找到合适的伴侣 就觉得这些并非吃不消的开销 很多从前主攻年轻人婚姻介绍的 大型婚姻介绍所 如ONET NASA等 也开始强化面向中老年人的服务 他们不仅会在宣传中 发布分析老年单身与婚姻利弊的文章 还会刊载成功案例 邀请相亲成功的男女双方 讲述相识 结婚的故事 这些都让中老年相亲者 在打消顾虑的同时 对重新选择追求婚姻 多了几分信心 不要放弃结婚的梦想 据NHK报道 在日本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 将结婚事所理所当然 经济低迷 人口老龄化 少子化 共同造就的低欲望社会 的确很难让人对结婚生子 细心经营生活 心怀期待 然而 当坚持独身的人进入老年 国民经济 社会环境 能够给人带来的影响 似乎日渐减少 内心感受 日常生活体验 开始逐渐占据更大的比例 年纪带来心境变化 从前游戏人生的人 希望拥有普通温暖的家 年轻时只顾事业的人 也开始期待有人相伴 尽管养老社区 互助团体等逐渐兴起 然而 婚姻作为最基本 最简单的人际关系 还是会回到人们的第一选择列表中 和拥有劳动能力 以及各种人生可能性的年轻人不同 随着身体机能的下降 中老年人抵御风险的能力 也在一天天减弱 一场疾病 一个意外 都有可能对老年人的经济和身体状况 产生重大打击 面对日益增加的生活成本 和越来越少的工作机会 没有家人 儿女帮衬的老年人 往往更容易陷入窘迫的境地 有报道称 在日本警方逮捕的从商店偷窃东西的人里 三分之一居然是65岁以上的老人 老人们盗窃的 大多是饭团等能够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食物 甚至有的老人是故意犯罪 目的就是被抓后可以进监狱养老 虽然这么说起来并不浪漫 但是人到晚年 有配偶能够互相帮衬 抵御风险的能力也会有所提高 经济上互相扶持 生病时有人能打急救电话 这可能是很多老年人 选择开始追求婚姻的最真实原因 除了现实原因 中老年婚姻也会更看重心理层面上的意义 当身边朋友纷纷组建家庭 或因各种原因少了联系 家中长辈又陆续去世 逐渐步入老年的第一代独身主义者 开始感受到人生的孤独 无论遭遇什么都想要 站在彼此身边 微笑 互相打气 就算遇到矛盾 也能好好交流解决 彼此陪伴 在节目结尾 明慕老先生说出了他对梦想婚姻的期待 在少子化日益言重的日本 普通人显然已不把养育子女 当作人生必须要完成的事 50岁以后开始追求婚姻的人 更是没有养育后代的负担 因为不需要在孩子身上花费积蓄和财产 不少老人选择花在自己身上 尝遍各种美食 四处观光旅行 学习感兴趣的课程 如果能够通过婚姻 找到一个志趣相投 共同享受的人 也是何乐而不为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